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校园诊建案从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后 即开始筹备规划设计 并经过五年新建 几乎横跨林又昌两任市长任期 林又昌感性地说 新一与人爱国小的建设案 就像他的小孩一样 能够在卸任前完成 让他非常感动 我们总共投入了八亿一千万的经费 其中有四亿多的经费 是我们向中央来争取 那我们改建了新一国小四十三间的教室 另外还完成了一个有244个座位的阶梯教室 以及演绎的空间 更重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操场 还有整个开阔的校园的环境 协助向教育部争取整件经费的立法人蔡世英认为 这不只是学校校舍与操场改建 更重要的是 让校园与社区融合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 学校的公共设施落成 在这次的落成当中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 第一个 它不是只是为了学校而已 它是让学校跟社区 跟我们这个城市 整体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的小孩从二年级就在这边 那他毕业了都还没有办法参加到 那个操场的运动会 那晓得呢 今年五年级了 刚好可以参与这个盛事 我觉得家长都很开心 那当然小朋友更开心 金融市长牛昌等人还带着 信义国小的小朋友 跨过仁二路137项 到访仁爱国小 打破两校间的围墙繁离 更让这两所百年名校的小朋友 首度合作 玩闯关游戏 别具异议 我想将两个学校 贯通为一个区域 所以说未来也希望说 大家共同来维护我们仁爱 跟信义国小 那大家来使用这个停车场 也好好维护这个环境 这是基隆人代表一个希望的开始 仁爱跟信义都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校友 优秀校友 然后百年的校园 校园环境 我想这是一个 很见证历史的时刻 那我想地方的居民 还有学生都会非常的开心 至于地方引颈期盼的 信义国小 地下停车场部分 也已经完工 两层楼建筑 共提供349席停车位 将可有效改善周边居民 及外地游客停车问题 我们接种市中心区 长年以来就缺乏停车场 那这一次是这十多年来 第一次有新的大型的停车场 的一个僻建 我相信对市中心区 未来商业 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这件事情代表着 过去我们一直努力 要解决市区停车的问题 那我们也很高兴 中央的补助 教育部 内政部蔡市印我们几个单位的 通力的合作 提供了400多个停车位的位置 那也代表着我们有心做这件事情 未来蔡市印会继续来推动 类似的校园停车场 金融市政府交通出方面表示 新一国小地下停车场 目前正有委外厂商 建置相关停车设备 包括自动电子收费 车位再席 与车牌辨识系统等 预计11月中旬对外开放营运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中山区第一座亲子共荣公园 协和文化亲子公园启用 吸引了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抢先体验 市长林悠昌宣布两项好消息 包括了中山区 从流浪头到中和路 这一段道路将批建为示范道路 德和国小前天桥 也确定明年4月动工拆除 未来中山区渴望逐步翻新 摆脱过去的边缘命运 请右捡 在金融市长林悠昌与立法院蔡适应 三位中山区市议员等人共同检采下 地方民众期盼已久的 协和文化亲子公园正式启用 这座位于西岸连外高架桥下的 贡荣市公园 设置有地景土丘溜滑梯 造型鞦韆 敲敲板 集体建设施等 启用第一天就有许多家长 带着小孩来体验 直说很满意 它就在我家对面 很方便 然后这边上面有天桥 我觉得有遮阴的地方 不会让小孩直接晒到太阳 或者有时候下雨也可以来这边玩一下 就很好 因为怎么讲 这边都没有很合适 让小孩玩的地方 所以带来这里比较安全 很好啊 很亲近啊 带小孩来玩很好啊 有这个地方很好啊 除了休闲游乐设施 公园四周空间也重新改造 包括协调台肥拆除围墙 以及台电拆除五支电感改地下化 让人行到加宽 还有吸引公车后车停等 是金融市长牛昌卸任前 送给中山区民众的一份大礼 我也很高兴 在我即将卸任之前 能够依照之前的一个目标 在现在把它顺利完成 也送给我们中山区所有的民众 一个这个很棒的一个礼物 协助金融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 及高工局提供土地的立法人蔡思印 更进一步协调台电协和发电厂 以企业回馈精神 认养协和文化亲子公园 负责后续公园环境设施维护工作 对于金融市政府将原本高架桥下设施 缺乏使用率低的空间大改造 当地市议员也非常肯定 并期待未来中山区能有更多的建设 与资源投入 未来我们一定会有第二座 第三座更漂亮的亲子公园 多元化的公园 让我们中山区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好 对此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未来从中华路到中和路这一段中山区道路 将升级为示范道路 德赫国桥前这座天桥也决定在明年4月拆除 校美路口异象与周边环境将重新塑造翻新 从流浪头一直到我们中和路 未来这一段路段会成为是基隆新的示范道路 所以周边的环境包括人行道 还有包括照明 以及相关人行的人本环境的空间 也会一并做改善 那另外前面的德国小的天桥 也即将要拆除 在明年4月份即将要动工 所以我们中山区整个周边的一个环境 未来会变得更棒 也可以让整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 把它大幅的一个提升 然后扭转过去中山区一直给人 是一个比较边缘 然后比较没有被照顾到的地方 我相信未来中山区会是基隆崭新的一个发展区 这处中山区首座亲子共农公园 共耗资915万元 今年1月初动工 9月初几完工 总面积超过1800平方公尺 启用后 预计将成为中山区最夯的亲子休闲游乐场所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迎接万圣节 在疫情趋缓下 金融市七弦社区恢复了万圣节采接快闪活动 大人小孩纷纷打扮成各种卡通与电影人物 其中一位高龄95岁的杨奶奶化身成白雪公主 一起来看看 在欢乐的月生中 七弦社区的大人小孩纷纷打扮成各种卡通与电影人物上街 在疫情趋缓下 七弦社区恢复举办万圣节采接快闪活动 包括金融市长林游张 立法人蔡思英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及安乐区市议员秦真正凯玲等都出席与民众同欢 其中这位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杨奶奶最为吸睛 95岁高龄的她仍神采异议与真孙辈们开心采接 让金融市长林游张相当佩服 蔡思英等人还应景地发糖果给小朋友 对于居民的请参与活动增添社区欢乐气氛非常肯定 这很可惜的一段疫情之后 我们这个老幼动波老幼动学老幼梦好的活动 就慢慢的没有说 并看的没有都延长 那今天很接近我们金融社区卖的协会 也很接近我们金融里的好朋友 我想城市中的万圣节活动 可以让城市更加的彩色 也让城市更加的活泼跟快乐 那刚才看到我们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今天也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 那另外的我们看到 最漂亮的白雪公主也在里面 那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我觉得是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城市的活力更加有活力 除了增添万圣节欢乐气氛 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这项活动 宣导推广全民防暴 加强儿少保护及防止家庭社区及校园暴力等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让社会更幸福 记者张启腾记录报导 这里年底投票剩下不到一个月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举办后援总会成立大会 吸引了超过3000名的支持者参与 动算声不断 包括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与民嘴赵绍康 罗志强都出席力挺 谢国良也提出 金融科学园区三部曲 规划成立金融复读心 开发一条容 加速产业服务行政效能 谢国良强调 只要当选金融市长 一定会让金融科学园区政策落实 提供金融人更多在地就业与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谢国良与热情的支持者握手拥抱 现场当选声不断 气氛热烈感人 这次谢国良候援总会成立现场 吸引了超过3000位民众参与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前来 为谢国良披挂竞选彩带加油打气 朱立伦强调 当了小爱爸爸的谢国良 未来会是最有爱心 最能改变金融的好市长 朱立伦也亲自授旗给谢国良候援总会总会长前立委徐绍萍 朱立伦表示这一次国民党基逃北北的市长候选人抽中的号码 分别是1126正好是选举投票日 代表老天爷也帮忙 呼吁选民一起支持北台湾这四位国民党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除了感谢各个族群团体的热情香 也提出基隆科学园区三部曲政策 将效法日本东京与临近新北市 在基隆科学园区与北无独等工商共购区域成立第二行政中心 新北他们透过跟民间合作创造更多的空间出来 所以新北市的第二行政中心 完全是由民间盖给新北市政府的 光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就替新北市政府省下有将近我认为 七八十亿的新台币 所以我认为跟民间的合作 用民间的土地创造更多的容积空间 是基隆市政府未来要走的路 另外对于基隆科学园区政见 谢国良也强调一定会透过开发一条龙 加速产业服务行政效能落实执行 未来这方面我们会提出更多的论述 来支撑我们的立场 基隆就是需要打造一个像内科一样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就业基地 他的名字就叫基隆科学园区 这是一个很好很正确的想法 我们会继续推动 谢国良提出的基隆科学园区政策 也获得赵绍康等人的肯定支持 国良能够有一个新的构想 能够把基隆跟南港内部连成一起 所以将来如果谢国良兄能够当选基隆市长 基隆的前途无可限量 包括前基隆市长张通龙 及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 与所有国民党议员里长候选人 都出席这场后援总会成立大会 谢国良表示 未来四周已经规划邀请侯友宜 卢秀燕 韩国瑜 及前总统马英九等人前来站台 相信一定能拨乱反正 赢得最后胜利 记者张祺藤 金融报道 总统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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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地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传统艺术界年度重要赛事 第33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行 其中中佳宽评集荣 报名参赛的乐领 聆听布农的音乐故事 荣获了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肯定中佳宽评集荣团队的用心与努力 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得奖的是 乐领领听布农的音乐故事 出色收音让演奏为主体的表演 展现绝佳动态 细腻的敬畏规划将灯光 影像角色串起 将原本的音乐会升华成为 优秀的影音作品 我们首先感谢来自南投心意布农族的朋友们 他说我们一上台一定要长一段现场 那我代表 谢谢 这一个跨界合作我们代表是 感谢台湾国乐团传业中心 跟我们还有最需要支持的 就是我们曾老师 他记录了这一个布农族20年 中家宽敏启荣这一次与台湾国乐团 合作报名参加的 乐领聆听布农的音乐故事 荣获第33届传业金曲奖 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乐领是嘉瑜大学音乐学系 曾玉芬教授 20年来在布农族田野采集调查季度 在台湾国乐团的委托下 邀及各领域的艺术精英 共同创作而成的布农史诗音乐剧作品 乐领不只是一个故事 而是整个台湾布农族的史诗 全场以布农语演出 而台湾国乐团秉持用国乐 诉说台湾最美故事的精神 扮演着重要的叙事抒情角色 将这项人类重要无形文化资产 重新复养新的生命 有我们空间让我们在台上 以布农族的文化主体 以全部布农语 完成了这一个音乐剧场 那国乐团扮演的非常非常棒的 叙事抒情的角色 最后呢 再谢谢吉隆有线电视的这个影音的记录 才能让我们在国家歌剧院那一次的演出呢 可以延续变成大家都看得到的 人类无形文化资产 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中家宽平 吉隆总经理李玉平表示 吉隆团队除了深耕基隆 记录在地的美好 曾经连续四年拿下金市奖最佳地方新闻奖 还有很多入围跟得奖的剧团演出 都是吉隆负责录影制作出版的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让台湾优秀的故事持续被看见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道 2022世界杯足球赛前夕 金融市迷你足球竞赛一连两天 在深奥国校风雨球场率先开梯 中央与地方合作多年 补助近一亿元 在金融多间学校设置风雨操场 即使寡风下雨 也能运动打球 开球过人 金色破网 小小球员在球场上展现草上飞 跟大力金刚腿 虽然年纪小小的 但拼近百分百 不论是进攻或是防守 都获得在场人满堂彩 我也可以踢 踢啊 那怎么让球进去 抢球 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踢 我的小孩今年是第一年 那我去年有来看过了 然后其实这个活动非常的有益 我非常的鼓励小孩子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其实基隆真的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有这种场地可以让小孩子玩 那这个足球 迷你足球其实很安全又很健康 基隆市迷你足球竞赛在三号国小开打 总计有36队报名参赛 包括幼儿组 国小组 每支队伍选手都全力以赴 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跟迷你足球协会合作办理的 基隆市迷你足球竞赛 这个竞赛今年已经到了第四年 那我们每一年的队数呢 一年比一年成长 今年国小总共有9队的队伍 幼儿园总共有27队的队伍 总共有36队是县市报名的上限 也是我们历来的最多队伍 那迷你足球我们总共分成两组 U6的这个队伍呢是指幼儿园的部分 那U8是国小的部分 那我们是用足球气垫的方式来进行竞赛 那在试赛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队伍 获得冠军的队伍可以参加全国的小小世界杯的竞赛 我们每一年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 来鼓励学校推动足球运动 迷你足球赛就是有六岁组 中大班的小孩子 还有U8组小一小二的小朋友来参加 那五人制的比赛呢 它是使用这种充气式的气垫球场 那首先它是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的话它相对就很安全 那再加上很多小朋友一开始 他不会踢球 没有学过踢球的技巧 所以我们用这种充气式的护栏 球会一直弹进去不会出界 都不需要剪球 所以很紧凑的一场20分钟的比赛里面 小朋友就可以很快乐的在里面玩球 然后同时又很安全 然后又可以进行一个很有趣的团体竞赛 为其两天比赛在三号国小 风雨操场举行 完全不用担心天后因素 小朋友可以放心的踢球 就用市长林又昌立委蔡思英 特别出席活动和小选手 一起举行开球仪式 我想这几年来 我们在蔡思英委员的帮忙之下 跟中央争取了很多的经费 在学校里面建置这个风雨的一个操场 所以让我们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要运动或者体势能 就不受基隆风雨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特别也已经连续三年了 在基隆举办这个迷你足球赛 那因为小朋友现在比较缺乏这种大的 大肢体的这种运动的机会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推广 让所有的参加的小朋友 这个身体的这种锻炼 其实非常的有成果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又举办 那看到小朋友的技巧 还有拼搏的这种精神歌方面 其实都跟之前进步很多 所以这个我们也会继续的 把它在各校推广下去 那特别现在是因为是幼稚园 之后还有小学 所以我想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 成长得更加的健康 那过去这几年 市应在中央帮忙基隆市政府 争取接近一亿 基隆市的体育设施的改善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深澳国小的风雨球场 都是在这一波的改建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完成的 所以说今天虽然有点下雨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 他们的运动也不予缺乏 那这个未来市应会继续来推动来努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过去这几年来 行政院推动的 慢慢有冷气 甚至又平板 然后慢慢有网络等等政策 也获得一定的功效 也让我们学生的竞争力来提升 那现在另外有一件事情 也是未来市应要持续推动的 过去这几年 我们的右舱市长 加上教育处 也在努力推动 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 那未来市应会把这个 列为重点项目 如果我们提到学校的国际交流 可能就在大学那个城市 我未来希望能够延伸到中小学 也能够推动国际交流 让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下一代 都站在我们的肩膀之上 看得更高 看得更远 那市应会在这个部分 继续来努力 迷你足球 小选手在球场上 尽情的追赶跑跳碰 在高规格又安全的场地上 尽情享受运动乐趣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在暖暖区 暖暖街 衔接水源路双龙桥的入口 由于车流量大 又是一个双向 都可以大回转的入口 驾驶人或者是骑士 一步注意经过 就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市员林敏勋和暖暖里长 陈建新 会刊争取下 设好软职分向感 提升应路人的交通安全 阿娘喂大哥你也帮帮忙 骑车要专心啦 差点就撞到对象汽车 吓得在现场一起会刊的 警察伯伯也大声提醒注意 这是9月初会刊时的危险画面 也是暖暖区暖暖街 衔接水源路这个危险路口 经常发生的危险现况 由于车流量大 又是一个双向 都可以大回转的路口 驾驶人或机车骑士 一不注意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因此9月初在市议员林敏勋 和暖暖里长陈建新 一起办理会刊争取下 最近已经在白色潮化线上 加设软职分向感 提升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你感觉这边的交通状况 有没有大家在骑车 在转弯的时候比较趋缓 应该是有的 我在这边观察很久了 重点是他们来的时候 速度会放慢 不像以前你们都拍过了 车子会吓一跳 然后有车祸了很多次 然后这次已经有7缓了 差很多 因为双龙桥出来 要跨越暖接的这个潮化线 很多人会从这边回转 往暖西国小的方向去 那其实不管是摩托车 或是车辆 其实很多会直接跨越到 那个潮化线上面 那其实非常危险 那因为它回转角度的半径的关系 那你在穿越的时候 有些如果它从上面下来会速度太快的车辆会没有看到 那这个地方时常发生大小不断的车祸 那所以说那个我们陈建训里长就有特别建议 那敏讯这边办的会刊 我们在上个月办会刊说 希望说在这个软植分散感可以设置在我们的潮化线上 那设置完之后我们观察一段时间 那经过的车辆其实都会 因为这个软植分散的设置之后 软植分散设置上去之后 那车辆在情境的时候都会放慢速度 那尤其是我们也有特别请那个公务处这边在设置 交通处这边在设置的时候 要把软植分散感的那个间距要缩小 那所以它在50公分以内 让摩托车没办法直接从那个分散感中间穿越 才能有效的达到这个让车辆放慢 然后大家遵守这个回转的这个半径的这个规范 那让希望说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故可以减少 那主要就是为了民众的安全 那虽然说可能会造成不变 但是还是要希望说民众遵守交通规则 小心行驶放慢 安全才是回家最好的道路 不过李敏勋还是提醒行经这里的汽车驾驶人 或是机车骑士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减速慢行 才能避免交通意外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遥 behand 一终 Yoga 是 演程 成年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